歡迎觀眾朋友 繼續來關心細心新聞 為了歡迎嘉義七的技術發展 嘉義市政府搖車重量級的越多技術跟前輩 貴黨營 姜鋪軍 丹京徽定老蘇 在四月十七號到十九號連續三天 在嘉義七住名的景點嘉義公園進行創作 除了可以看到三位老蘇的技術創作 帶給在地人新的體驗 也可以讓外地人看到嘉義發展 在這齣完成的作品也將觀景和企護來收藏 文化球也希望借由三位老蘇的創作 中現嘉義偉多四名列 在一齣帶動嘉義七的技術創作的靈魂 為在一齣中現嘉義偉多四名列 嘉義市政府搖車三位重量級 二月十九前輩 回到嘉義主名地點嘉義公園在此為作 包括佔金氏 丹田普城市的核心 和一齣二七年出身嘉義的過章營 以及章營幾三位月家 從四月十七號到十九號連續三天 在嘉義公園進行創作 不然就表示三位老蘇的前輩 在京過都七都圓文化的勢力之后 再一次回到嘉義創作 令人相當興奮 除了透過藝術創作 帶給在地人新的體驗以外 竟可以讓外地人看到嘉義的功謀 這次邀請到詹芙玲老師 郭東老師 跟陳英輝老師 三位嘉義級的旅外重量級藝術家 他們會來嘉義公園 來做一個寫生的部分 也會把這個三個畫作 留給嘉義來做一個永久的典藏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持續的推廣嘉義的藝術 也在創嘉義畫圖神明禮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表示 雖然現在三位老師都住在他鄉 但是讓老師影響難問的地方 也就是自己的故鄉嘉義 三位老師先讓嘉義的藝術發展 經過都市的勢力 提案到故鄉的訴求 如今在此處回到嘉義 中心拿去外面 穿是嘉義公園的鳳梅 藝術的行動 支持嘉義的藝術發展 你這篇完成的作品 也會關好嘉義市政府 希望嘉義為導的名字好 可以英文讚好 聲音新聞上面 翁秀璇 嘉義其蔡宏博德